客群哥 三百分贝的名字叫做 茶言观色 听其他哥哥 自述一段过往的经历 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我来拿这个故事 监浩哥这是你的 爱死 承诚哥 突然氛围变得好奇怪 来面试一样 好的 谁先来 我可以先 跟你讲一下我过往的一个故事 两千年 我搬到了姑父家 他的家 与当时的一个信任组合的经纪公司 正好在一个同一个小区 他的宿舍 然后当时呢 这有点为难他 就是 当时的我对于这种服装和造型 我是很有兴趣的 所以当时我选择在小区 开一个那种造型式的那种店 过了不久了以后 我们公司的人 他们的那个新的组合 就来到我的这个造型的工作室 就认识到他们 我就被他们挖掘到这个组合 才导致我的出道 但是我知道你真的是这样出道的 我可以问问题吗 不能 不可以 查验观色 你要注意他们说的时候的这个表情 细微的动作 好 那么第二个哥哥谁来 好那我来吧 我从小就喜欢吃甜食 爱喝饮料 小小的年纪 胖嘟嘟的身材 也因此那个时候的我 有些缺乏自信和安全感 直到十三岁 我参加了一个夏令 夏令 营 夏令营 那时候 我勇敢学会的几个舞蹈动作 登台表演 意外收获 意外收获了台下观众们的 掌声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没想到第二年 就在健身房被任挖掘 这才有了第一部作品的拍摄机会 那是真的吗 好的 S 要不然学一下你们所念的方式 你 2018 之前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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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认真了认真 认真 2018年之前的我呢 为了维持生计 啊 开过宠物店 当过摄影师 那个时候拿一个月九百块的工资 那那个工资 只能交房租 没有钱吃饭 然后本来想放弃音乐呢 去找一个班上 但在2018年 那一年参加了说唱节目 然后 在节目上 用实力征服了 来这不是我说的啊 哈哈哈哈 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 季经 从而正式的进入了演艺圈 好 课群哥现在来判断一下 你那个宠物店还开着吗 早就關了啦 愛死了因為我聽她講過 就是她其實當攝影師的時候 收入還不錯的 可是她是放棄攝影師的工作 決定就是來試試看說唱 結果出名 所以那一段應該是假的 是吧 等一下 這個我待定 然後Vanesse的這個 我知道她小時候不是那麼瘦 她是很自律 才變那麼瘦的 她小時候是胖的 這個是真的 然後可能因為跳舞 才想要當藝人 這可能也是真的 但是最後是說什麼 你在健身房被人挖掘是不是 對 OK 那這個是真的 然後 陳炫的呢 你也可以看一看 這個是我的內容 來 我可能唸得不是那麼好 不好意思 可惡 你們好多招 這個是狼人殺是不是 不是 你想好 真的你想好 所以我選擇在小學上 你們造型是 青春時尚接不久出現轉記 人人造型我也變成 好 你不要去考慮什麼時間線這些東西 那我猜 Vanesse是真的 陳炫也是真的 然後 艾斯 艾斯是 艾斯是假的 艾斯是假的 就這樣 那三位哥哥公布一下 自己的經歷是真是假 我的 是假的 我的 也是假的 我 我的 是真的 啊 啊 啊 其實這三個都錯也真不容易 哈哈 這是你的本領 我覺得 要不要給半分啊 畢竟只有yes or no 而且要三個都錯也不容易 真的 这个眼镜在那带的 感觉很不聪明的牙齿 我都跟你讲了 你不要考虑时间线 因为我之前 你跟我说摄影师的时候 你那时候就不错了 你也记错了 我说我卖宠物的时候 我震的还不错 不是当摄影师 不是当摄影师 哦 抱歉 我基本上的这些消息都是对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开过造型店 我是入行以后 我对于这种造型的东西 才有兴趣 但是你刚才用诚恳征服了我 你刚才突然就说 你要不然再看看 我想说奇怪 到底是怎么样 那你的假的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也是 在健身房被发掘了 对 但我那时候 我不是第二年被发现 六个月就在那个健身房 被发现了 六个月 但我还没有到那六个月 前三个月我就不想要待了 我妈叫我待下去待一年 学 学 把我的中文说好 什么会有那么幸运的呢 太过分了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 哥哥没有这么多经历 就是每个人经历都很多 我突然想到了 克群哥 喜欢写诗 我不知道此刻 你的写诗的DNA 有没有走起来 好了 那我快速的组合一下三位哥哥 好 就是 来到披荆斩棋 会看到无所不在的浩如 承认自己真的很炫 让你动不动就爱死 耶 耶